《没头脑新篇》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名字叫做《没头脑新篇》 我们要欢迎来给我们表演的就是 任晓云还有曹熹杰 掌声鼓励 大家好 我叫曹熹杰 是来自丹荣家中小学的二年级学生 大家好 我是曹熹杰妈妈 今天真高兴吃完午餐 我们就要去参加讲华语比赛了 熹杰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出发吧 你的水壶在哪里啊 哦 我好 我忘记了 快去拿吧 熹杰 你的书包呢 你刚才还背着的 我好像放在客厅里呢 我再进去看看 这孩子总是这么粗心搭理 又三拉死 东西都拿好了吗 别再忘记了 不然我们就要迟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熹杰 还记得妈妈跟你讲过 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动画篇 是不是上次你在YouTube里放给我看的 里面有个方头方脑的男孩 名字叫梅头脑 很有趣 对 那个小男孩后来长大 变成一个建筑师 他设计了一张一千层的大楼 结果呢 大楼造号发现少了一层 只有999层 大楼的顶层是个大剧场 结果呢 大家去看戏就要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里面装着衣服 被子 食物和拨网条盆 像去露营一样 为什么呀 因为没头脑忘记了设计电梯 结果大家要走两个星期才能走到顶层 所以他们要带很多很多东西 好搞笑 嗯 细节啊 那你觉得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小男孩 难道你长大做事情也想要这么搞笑 这么没头脑吗 妈妈 那我长大不做建筑师不就好了吗 那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要做医生给人看病 好 那这里啊就来了个病人 哎呦 哎呦 医生快来替我看看 我肚子好痛啊 别怕 躺下来我给你检查 嗯 好像是急性蓝预炎 要马上动手术 踏着踏着 很好 手术很成功 你休息几天就会恢复了 谢谢医生 您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哎呀 不好了 你还要再多一次手术 妈妈妈 因为 因为我把剪刀忘在你肚子里了 天呐 妈妈 我不要做医生的太难了 我要做运动员 那你打算做什么运动啊 我要好多偶像 就是Schooling也一样 做游泳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拿金牌 好 那我们俩就来到了奥运会 100米游泳比赛现场 看 比赛开始 我拼命游 拼命游 50米了 转身继续 抽刺 耶 我是第一个完成100米 很好 咦 为什么没人欢呼鼓掌啊 姐 这个是蝶泳比赛 你刚才在自由泳 成绩不帅 天呐 我搞错比赛项目了 那么 我知道了 如果做事粗心大意 没头没脑 长大了什么钟做不好 所以啊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认真 子修 快看 华族文化中心快到了 讲华文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时间刚刚好 谢谢 谢谢大家 的确时间刚好 我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个表演的这个组合 都有这个五分钟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超过 刚刚的这段表演呢 我看到就是没头脑芯片 那是我们的B5组 OK B5 B5组为大家呈现的表演 这一段表演的这个组合 是在这一段表演的表演的表演 是在这一段表演的表演的表演的表演